我们先回想一下 就是说去年马修团队 获得一个压倒性的胜利 那为什么会获得一个压倒性的胜利呢 老实讲就是说 在那个之前的过去的这个八年 就民进党执政的这个时期 事实上在经济方面的这种表现是不好的 那公元2000年的时候呢 台湾的这个失业率是2.99 我们以这个2003到2007 这个之间的这个平均数字来看的话 是4.28 所以换句话说失业率是上升的 那经济成长率呢 公元2000年是5.77 那2003到2007呢是4.86 台湾美人的这个平均国民所得呢 2000年是14721块美金 2003到2007呢是15822块美金 所以没有太大的一个涨进 为什么要先讲这一段呢 就是说那一段 我为什么特别讲说是2003到2007 因为在民进党执政的那一段期间里面呢 其实国际警曾经出现一个国际警器的一个熔警 那个熔警是从2003的这个下半年开始 到2008的这个上半年 那换句话说在那一段期间呢 台湾呢没有捕捉到这个国际警器的这个熔警呢 那它应该带来给我们的一些这种好处呢 我们没有捕捉到 不但没有捕捉到呢 事实上这个尤其这个失业率的这种上升呢 以及这个美人平均公平所得的这个停滞不前呢 以及后来被这个韩国追上等等呢 所以大家就引发了一个极度的 就是说想要就是说 能够这个不再陷入这样的一个经济困境 所以我们回想一下 当时为什么马修团队压倒性的这种胜利呢 这个经济方面呢 就是因为那一段期间这样表现不好 另外一个就是事实上是两岸的这种关系呢 处于非常的这种紧张的这种状态 也是一个因素之一了 所以我们现在回想一下就是说 好 马修在这个经济方面呢 他提出了一个633 这个是大家现在都还记得的一个竞选的这个口号 但这个竞选口号呢 6%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呢 显然就是说还要一段期间的这个努力 那至于说这个平均美人所得要达到三万块美金呢 这个也要还要加以十字的这个努力 还有一倍的空间 那这个3%的这个失业率呢 也还要这个一段时间的这个努力把它压下来了 所以这一段期间呢 刚刚好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前八年 是一个对比 就是说前八年就是说当 就是说事实上大部分的时间呢 国际景气是在上升的 但是人家上升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完全捕捉到那个机会 这一次呢是国际景气在下滑 严重的下滑 但是我们受伤的这种状况很严重 所以今天才会有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呢 来做这一个总体检 我相信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 不过其实这个很复杂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很 譬如说我们要检查一个人的这些疾病 或者怎么样 但是他其实是真的太复杂 您刚也谢谢您帮我们整理整个脉络 包括说这三四年来 从03年到07年这一段 全球景气涌景 但是台湾错失了这个最好的机会 以至于台湾那个时候体质就受了很大的伤害 可是马总统在那个时候 他也应该看到这样的一个局势 但是他提出了633这样的政策 显然在这四年 他的任期内绝对都做不到633 就算平均大概也做不到 因为那个经济成长率6 现在已经掉到是预估是-2.12 今年全年的 失业率现在已经快到6 但是他说失业率要3 人均所得呢是说三万美金 现在顶多就是一万五千而已 还有一倍的成长空间 因此在这一部分我们其实也要监讨 可是当初他提出这个政策 又是在还没发生金融海啸之前 所以现在就是说第一个是体质的问题 第二个国际局势的问题 第三个马总统在这样情形下跳票 我请教一下社长 很多问题零零种种加起来 让我们很难看到一件事情的全貌 到底现在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 来评断一年来马团队的表现 我想在这个市场经济的一个民主社会 像这样的就说执政届满一周年 做这样的检讨那是很自然 不过这个在基本上我们有两种方式 一个思考就是说从一个比较民粹的 民粹的这个角度就看 就是说到底他原来在竞选的时候 他的这个承诺到底是什么 他的证件是什么 他的理念是什么 然后他投入了什么 就是他做了什么或者如何去做 我们可能会比较在乎这个 可是我们今天真的要去看说 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执政团队 他过了一年以后 应该是看他的output output是他input什么 刚刚这个主持人所亮出来的 这个几个东西 假设说我们比较规矩一点 说要去衡量的话 就看看我在这个执政之后 我的所得效应到底怎样 他的这个就业效应到底怎样 我们生活水准跟生活数字 这个是Chall-Suits 他四个这个指标 如果我们用那个四个指标来看 我们必须还有一个角度 必须要去看就是说 因为这个像去年所发生的 这个金融海啸 是百年一遇的这件事情 那所谓这个好坏 那你也不能说 我们只有这个绝对的 这样来看我们自己 大概说我跟我昨天的这个我 或者从前的我大概是这样 而是要看在同一个时间 全世界的这个情形到底是这样 如果说我们相对来讲 你在所得效应 就比如经济成长这个部分 是我们比这个世界的平均更坏 或者说我们对台湾来讲 到底你是先进国家还是后进国家 那你就同样一个情组里面 他相对的这个状况来看 如果你这样看的话 也许我们给他的这个评分 就会比较好一点 就不会觉得说有那 因为刚刚你在秀出来这个几个这个数字 那么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涵 就是说出口决定了一切 当然出口是很重要 占了65%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信心是很重要 所以这个我们很多景气信号的这个变化 其实大部分都是 因为这个景气在他在这个做研究 我想杨所长他们在做这个的时候 他都是一种厂商的这种回答 那个东西相当的程度它是一个直化的 那它反映的其实就是信心 那一种感受跟信心 它不是一个就是说我在整个 它的这个真正最后的这个成果是怎样 像失业力这个 我都觉得如果说要给马团队 我说我会给他的这个分数 比如说在65分到70分之间 其实失业力的一个控制 我是觉得还不错 因为你看这个国际的劳工组织 大家看全世界的这个平均值是7% 而且呢可能在这个今年呢 会这个平均值会到10%的样子 那以我们一个国民所得呢 超过了15000这样的这个国家呢 你从发展经济学那个角度看 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呢 即使说不要有金融海啸呢 他的这个失业力在6% 7%都是很正常的一个人呢 就是说我们因为到底我们阶段不一样 你对幼稚园跟对一个高中生跟对大学生呢 他的很多的这个标准大概是不相讨 不不不社长您刚刚谈到一点 其实我一直认为说 请来宾对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个政府团队打分数 恐怕不是那么那么客观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也是牵涉到所谓的信心的问题 他还是一个很主观 但是又很真实的感受 您刚刚谈到说如果你要打分数的话 马团队这一年来 你给的分数大概是65到70分之间 换句话说及格 但是呢还没有到80分以上 还有很多很多努力的空间 院长其实你在接受平面媒体的时候 你也谈到说对于这一年来 马总统在经济层面的表现 是你不满意 但是勉强还可以接受 为什么 当然记者问我的时候 他就说要给一个综合的一个评论 当然我就想到那么一句话了 你们也看到这个报纸上写出来 我打的这个分数是70分 他就说 我认为就是说老实讲 在过去的这个一年 我们从这个比较宏观的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老实讲 这个台湾海峡的这种关系 如果是一个非常紧张的关系 我也想到我们下课就有点理由